大家看到吗?这个 Rolls-ray 的 Spectra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这个它的中国名字叫做散灵 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可以开放预定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辆进车架 不包含税务不包含选配就要200万马币的车子呢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这辆车原厂将它称为 Super Coupe 你可以看到这辆车我站在它旁边 我就是一个小不点 这辆车的车身长度达到了5475mm 轴距3210mm 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应该也是目前Rolls-ray的体积最大的车款之一啦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环境女神 这个环境女神的造价呢 基本上比我一年的贡献还多 然后这个环境女神对比起它的Rolls-ray车款来讲呢 它的这个体积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然后它也比较服从 营造出一种很运动的感觉 可以看到吗 配合整辆车的线条 我觉得这个是我知道我看过的Rolls-ray里面最帅的那一款 然后同样的这个帕头能神妙的这个水箱护照呢 也是Rolls-ray车款中有史以来最大的 整个视觉效果冲击性非常的大 配上这个头灯主 帅 来看一下这个轮圈 这个轮圈有两种尺寸 分别是22寸跟23寸 23寸呢原厂表示它是Rolls-ray Rolls-ray车车里面有史以来采用最大尺寸的轮圈 这你受得了吗 然后配备的是Prieria高级轮胎 这辆车我刚才有讲到它的车长4,575mm 轴距3,210mm 那么大辆车开起来会不会不笨重 其实不会 因为这辆车配备了四轮转向系统 前后独立的电机 而且后轮也可以做转向 所以开起来还蛮灵活的 而且加上Coupé设计 我才用这辆车开起来感觉应该很爽 这边就是它的充电口 没有错 这个散灵是一辆纯电动的超豪华车款 它拥有195KW的DC快充 还有22KW的AC快充 如果你是用195KW的DC快充 34分钟就可以从10%充到80% 如果你是用这个AC快充的话 它就可以在95分钟内完成10%到80%充电 最大续航是530km 其实530km来讲已经是非常的长了 而且重点是富豪们 他们如果真的是长途的话 都是坐私人飞机的 所以这个续航对他们来讲 绝对足够使用 作为一辆电动车 它的电池组是非常重要的 这辆车配备了102,000W的电池 这个电池组由804颗电池组成 重量是700公斤 要知道这辆车的车身重量 整车身重量只是2890公斤 如果去掉电池组 它的重量只是2000处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辆车把轻量化做到了极致 所以Rolls-Race这个价格 还是有它的精华所在的 作为一辆Super Coupé 它采用了前后电机的设置 最大马力表现是584HP 峰值扭力表现900Nm 0-100加速4.5秒 性能其实很不错了 而且重点这辆车主打者是一个流线加速 它并不像其他电动车给你一个很突兀的加速感受 所以Rolls-Race要做的就是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加速感受 这辆车不只车身长轴距长它的这个车门也很长 这个车门呢打开它的车门长度达到了1.5m 也是目前量产车里面最长的车门 而且你不要以为它的车门大开门就很重 其实这辆车它的开门有一个电子助力的 所以你在开关门的时候是非常的简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辆车很多的细节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看到吗 这个就是Rolls-Race一定要有的雨伞 就在这里 然后拿出来按下Button 它就整只弹出来了 坐在这辆车内装完全就觉得我是一个顶级的富豪 我完全不用去跟你讲它的设计 你只需要知道它的这个内装设计极致的豪华 极致的奢华就足够了 而且这辆车已经选配了这个星空顶 如果加上这个两边的门还有这个车顶呢 全车会有超过一万一千颗星星 你想象一下你跟你的女朋友坐在里面是多么的浪漫 有钱人的浪漫就是那么遥远夺目 然后除此之外这辆车呢 你不要看它只是一辆豪华车款 它们也进行了很多极致的测试 例如讲它们做了这个极热跟极冷的测试 最冷的地方它们去到了-40度 最热的地方去到了50度 因此这辆车的耐用性是毋庸置疑的 给你用了600年都不是问题 OK啦以上就是我为这一辆车做的这个新车介绍 虽然讲我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 但是有机会碰一碰这款车 我觉得就很足够啊 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欢迎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切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